回方進駐東安商場 爭議延燒 基隆市長謝國良 極度強調 微風繳回的金額不輸Net 但東安商場合約 在爭議兩個多月後 終於曝光 對比成本效益 似乎和謝市長說的金額有落差 議員取得四大本合約 加上細項 攤在桌上一一檢視 仔細看內容 微風進駐東安商場 和基隆市府簽約一千 舊市二十年長約 微風投資金額二點五億元 和市府所說的三點零八億元 金額不同 另外二十年土地租金 固定和變動權利金 預估繳回七點五億元 Net則是八年就交入市庫 四點四億元 所謂的四十億資產 這完全是天差地別 對於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建價委外給微風 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說清楚 講明白 合約內容也顯示 微風每月營業收入 預估賣場營收 四千七百五十萬元 加上停車場營收 管理費收入等費用 約五千兩百八十八萬元 換算下來 年營收最多約六點四億元 一約應繳變動權利金 每年只有一千零八十萬元 但謝國良的說法 是年營業額達到十二億 變動權利金兩千兩百萬元 相差一倍 對比Net固定權利金 就高達三千八百八十八萬 市府收入將大幅縮水 不要用無形效益 來計算有形收入 只會讓民眾 對於這一份公布的合約 有越來越多的疑問 端商場合約爭議 三月四號 基隆市議會召開臨時會 謝國良承諾出席 將一一釐清細節 三大新聞 林凱俊 臺北基隆報導 серьезно 息iss 謎 二釐清 誰 感谢观看